大家可能還記得,美國準備派本來駐聯合國的大使 在今年2021年1月13至15日訪問台灣 這件事如果造成的話就是大件事 因為它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是中美建交的基石 因此如果真的這樣發生的話 中美斬斷外交關係也有可能 但是事情發生真是微妙 沒有去到,搞定沒有去到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再看看 除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沒有去台灣之外 本來蓬佩奧是說去歐洲訪問的 結果也取消 老實說,你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你去訪問,浪費時間見你 浪費氣了 所以歐洲的領導人說 沒有時間見你 那叫我去不成就不去 不去 不去之餘 仍然要搞和 下一任總統 讓他做事麻煩 有什麼方法去搞和他呢? 咦? 找一些舊紀錄出來公佈一下 等聊一下中國 聊一下 等留下一個爛灘子給拜登 這個是可能行的招數 所以他將一個本來應該三十年之後才揭密的報告 一聲拿出來 讓人看到 美國怎樣看亞洲的形勢 不用說了 已經從事實上我們知道 將中國認為是第一敵人 你將這個公佈我們都知道 你不公佈我們都知道 你將中國做第一個敵人 所以 其實公佈這個這樣的 不應該公佈的事情 為什麼呢? 第一 阿彭 阿肥彭 阿彭姆 我沒什麼好做 那就是 炒一些東西出來公佈一下 第二 就是 一樣 繼續挖洞 等 拜登去踩 哎呀 拜登真是糟糕 這次真是 是不是很忙呢? 第一 參議院 在他上任前一天 就要去搞那個 審理 給不給這個 大總統 有機會 下次再競選 要搞第二次的彈劾 那裏有一半的民主黨員 可能是死都想去繼續做這件事 起碼他們在眾議院 已經通過了 走上來參議院 參議院一定要做事 所以又花這些時間做這些事 疫情 又一批東西 現在呢 接近四十萬人死亡 這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大問題 而呢 我們今天也和大家講過了 疫苗發了二千多萬劑 只有幾百萬人 好像 我講成六百幾萬 現在後來的資料就說了 大約八百萬人 都仍然是說大約三分之一的人 的劑量是有用的 其他都沒有用到 那麼 這些劑量 如果你是解凍了 溝氣了之後 你不用就浪費了 所以 這是一個大問題 他們的接種機制的效率 怎樣可以把它提高 使得多些人接種 不知道 而呢 也有很多人不肯接種 這是更加大的問題 兩個問題 怎樣搞 第三個問題 經濟 最大問題的經濟 沒有的呢 現在大總統就印了三四百 三四萬億的美元 看樣子 新總統上場要繼續這樣做 即是說 國債 就肯定 我相信在2021年 今年年底之前 就會超過三十萬億 那我就 不知道它有什麼本事還 三十萬億 即是換句話說 它的經濟長遠來說 那些國家看通了這件事之後 就會慢慢減持 美元作為儲值貨幣 那你減持了美元 你的錢放在哪裏呢 就會有一個大問題 要不就放在歐元上面 要不就 現在英鎊獨立了 放在英國 英國的經濟 經濟體 不是那麼大 放在它那裏 你隨時的錢 蓋死它 那當然不肯 所以你放在歐元上面 但歐元和美國經濟這麼大 聯繫在一起的話 放在上面 即是同一隻船 沒什麼大保障的 想來想去 都是要放在人民幣上面 所以 中國現在要考慮另一個問題 就是人民幣 到底放多少出來 被人拿著 我可言不放出來 被人拿著 你幫人自己去找地方等錢 結果就可能 將貴重金屬炒高 炒高貴重金屬 沒有所謂 因為大家一起水上船 但是另一個方法 中國就是發行一些 人民幣的債券 被這幫人拿著 套這樣過來 但走過來之後 下一個問題就是 拿著將會費的紙 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覺得 在中國的角度來說 好了 我也是減持美國債券 也不肯給那麼多人民幣 給你換成 換回你的美國債券回來 我發行人民幣 你給我一些美國債券 又是要弄出去 不要搞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 是 讓大家把貴重金屬炒高 然後 同一時間 中國繼續 將現在拿著那些廢紙 繼續在世界各地投資 大家做生意 Happy Happy 我相信在未來 那個經濟 會有一個大的改變 2020年的確確是一個分水嶺